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勇将接获地点以代码的方式发送到小白的BP机上 但是杰克扣押了小白 小白收到代码后将众人带到了地铁上想逃跑 却不想被杰克的人两面包抄 危急时刻 小白看到了正在边等地铁边看蜡笔小心的小梨 情急时下 小白走过去一把抱住了小梨吻了上去 并悄悄把BP机藏到了小梨的口袋 等错愕的小梨缓过神后 立马将小白制服在地 生气地骂他流氓 杰克众人一看无法下手 信心离去 小白就此逃过一劫 第二天 小梨还想找占自己便宜的小白的麻烦 却被同事告知小白已经无罪释放 晚上 小白给BP机发了讯息 小白向小梨道歉 还希望小梨将BP机归还 他俩相约明天见面 可是小白爽约了 小梨的父亲租了一间小阁楼 还支起了一个摄像机 晚上 黎父回到家发现 小梨正在纸上写着BP机的一些代码 黎父说这些都是一些死码 正在这时 BP机又传来一个讯息 是杰克的 约小白十点半在舞厅间 而小白也用公共电话接受到讯息 在午池中 小梨被一群小混混盯上 小梨翻手将一个小混混暗倒在地 恼火的小混混们正准备要教训小梨 被及时出现的小白救了下来 小梨离开舞池坐到旁边的酒台 小白也跟了上来 小梨向她道谢 顺势翻找小白的包包想要回BP机 被小梨制止了 眼看要BP机不成 无赖的小白提出想再轻一下小梨 却被泼了一脸的饮料 小梨转身就走 回到家的小梨心烦意乱地看见BP机 似乎又想到了小白 气呼呼地将BP机丢到了窗外 第二天 小梨在家里看见 梨父的摄像机很好奇 拿着摄像机拍父亲 父亲在镜头里笑盈盈地询问小梨 什么时候找男朋友 梨父还说 男孩子胆子一定要够大 这让小梨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小白那个胆子大的流氓 聊着聊着 小梨来到窗外的草地里 找到了BP机 不是冤架不剧头 小梨在上街时碰见了正在兜售盗版碟的小白 小白拿起包转身就走 小梨紧追其后 就这样 小梨追小白躲 竟走进了梨父的摄像机观察范围 梨父看到了一切 他带小梨来到阁楼 还给小梨看了监控视频 劝告小梨远离小白并归还BP机 梨父认为小白不简单 不希望小梨受到伤害 小梨借死 要求梨父叫他跟踪鼠 梨父只好答应 没想到学会跟踪术 小梨就开始跟踪小白 却被自己随身携带的BP机讯息声 打破了行踪 可是小梨的把戏在小白眼里 就像小孩子过家家 小白轻松识破 还让电梯口的小男孩告诉小梨 那比小心要去地铁里找 在地铁里 小梨被小白玩得团团转 丝毫没意识到 他俩就像情侣般打劲骂俏 这时 巡逻站台大妈过来巡查了 小白反手拉着小梨 躲到了一个狭小的角落里 两个人靠很近 小梨有些紧张 神情很不自然 两个人之间 似乎有些什么东西在发酵 小梨闭上了眼睛 可是迟迟没有动静 小梨睁开眼睛 发现小白早已挣脱开手铐 逃跑了 第二天 在街上巡逻的小梨遇上了小白 小白苦笑着 迟迟自己的BP机 原来 小梨还给小白的是一个假BP机 这一次小梨将真的BP机放在遥控器车上 带到了小白身边 BP机的归环似乎让生活回归了平静 这天晚上 小梨询问梨傅 为什么要租房 她在监视谁 在女儿的殃九下 梨傅讲述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 原来 梨傅以前有一个部下叫小芳 为了消灭头号毒销 老黑做了卧底 小芳打探到交易地点 并告知梨傅 却没想到消息走漏了 老黑逃跑 而小芳牺牲了 尸体三个月后才被发现 已经被砍断了手脚 全身是血 黎傅发誓 一定要消灭老黑 为小芳报仇 画面一转 来到小白家里 杰克和小白听音乐喝酒 可是巨大的噪音 引来邻居的敲门指责 喝多的杰克端起了枪 小白赶紧道歉并关上房门 杰克还说要教小白打枪 可是不知为何 小白就是学不会 这让杰克无奈 却也放松了警惕 终日不见小白的小梨 乔装打扮成一名清洁工 趁着小白不在 偷偷溜进了他家 他发现小白家里 有不少蜡笔小心的光碟 看了一会儿碟片 也没发现其他东西 便拿了几张光碟离开了 事后还讯息给小白 美其名曰 没收 而小白和大毒小老黑 做了一笔交易 但是老黑还是不信任小白 老黑带人来到小白家里 还检查了小白的箱子 但老黑看到了 BP机传来的代码 在老黑的枪下 小白说 祸到了 在老地方 之后老黑便走了 小白从箱子的隔层里 取出了一把枪 尾随着他们 老黑从小白家里出来时 被来还碟的小梨遇见 小梨也听到 他们之间的对话 也悄悄跟着他们 老黑一众取完枪 杰克说 要留下来收拾一下 小梨冒失的 一个人跑进了屋里 正在看监控的 黎父一惊 狠狠地拍了一把桌子 冲了出去 他从腰间取出了枪 指着杰克 让小梨回局里叫人 小梨走了 黎父却被折返回来的老黑 从背后一枪打死了 小白晚来一步 只能把黎父送去医院 也没有透露姓名 可是 黎父已经去世 小梨看到父亲的摄像机里 有一个小白举着枪向窗外张望的片段 误以为是小白杀了父亲 便主动请赢去抓小白 而小白在公共电话给老板打着电话 老板说 构建厂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老板希望他这次结束就不干了 但是小白坚持要坐下去 小梨偷偷进入小白房间 不料被早已等候多时的老黑带了个正着 回家的小白也被绑了起来 质问为什么警察会来家里 小白为保全小梨 只能狠心扇他一个耳光 随后 老黑将小白和小梨绑到了构建厂 让小白先把小梨解决掉 小白拿着一把没有子弹的枪 请求老黑让他再亲小梨一下 老黑允许了 小白脱下外套走向小梨 深情地亲着小梨 他说 如果他能活下 就娶他 还告诉小梨 他认识黎父 因为他爸爸是黎父的部下 而他的代号叫小白 说完这些 从脱下的衣服伸出一把枪 打中了老黑和捷克 而小白用自己的身体紧紧护住小梨 这时 大批警察赶到 告诉在医院的小白 被一名警官告知 他走了 过了几天 巡逻的小梨似乎看到了街对面 小白都受盗版碟的身影 开心地想要冲过去 却被一辆行驶的车挡住了视线 车辆驶过 人已不是当初的小白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